大家好,歡迎你回到啟發音樂潛能的第五課 如何提升他們學習鋼琴的興趣呢? 也有關於鄧雅新老師跟我們分享這個主題 我們經常聽到鋼琴老師說 小朋友學鋼琴一定要幫他安排一些比賽和考級的 你怎樣看呢? 其實比賽是需要的 我覺得要給小朋友一個目標 讓他有一些挑戰 讓他學到的東西可以有機會發揮給大家 多久比賽一次呢? 怎樣比賽呢? 我覺得一年要有兩次比賽 可能比較多 半年就一次了 是的,通常舉例 有香港的校制音樂節比賽 或者香港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 這些都是一些大型的比賽 即每年都可以在網上或不同渠道都可以找到這些比賽 是的 會有傳傳吧 是的 可以鼓勵青少年參加這些比賽 是的 除了比賽之外 我們還有要考級 考級的安排如何去做呢? 考級不需要連年考或考得那麼密 是的 視乎老師說 什麼時候可以考了 或者你要跟老師溝通一下 其實有沒有想過 什麼時候讓小朋友考什麼程度的事呢? 你起碼都了解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安排 就是調教學習的進度 是的 因為每個小朋友都有他的快和慢 是的 我們可以看看老師 他現在根據他的進度 其實如何安排他做考級 是的 他考級比賽之前 是不是要 好像我們先 第四集說 要預定一個特別的時間 給他做訓練呢? 嗯 要的 要的 那 練琴那方面 其實在上一兩集 已經講過了 就是抽會那些特別的點出來練 是的 另外還有 跟小朋友要採牌 採牌 你真的要坐在那裡 好像一個演奏會 你要拍手掌 然後小朋友要出場 曲弓敬禮 好像真正學了場 是的 這樣習慣了 OK 那全部都要提前準備 其實一邊 要預備考級 要預備比賽 其實小朋友都很繁忙的 哦 那其實 要的 如果不是小朋友 如果沒有了一些目標 和挑戰 那就會 真的 不知道為了些什麼 練啊練啊練 大人經常都叫我練啊練啊練 勤力點 那我究竟為了些什麼呢? 我們平時在家裡 當然會陪小朋友去練琴 也會幫他報比賽 去考級 其實我們平時 成年人和小朋友之間的生活方式 又如何可以影響到 或者如何可以提高到 激發到他們 音樂的興趣和潛力呢? 哦 那其實呢 和你分享一些歷史先 古代來講 自古以來的那些作曲家 都是生活在大自然那裡的 那些音樂的靈感 就來自那些 雨聲啊 風聲啊 鳥仔聲啊 鳥鳥啊 香港的石屎森林 對 會把這些鳥與花香的原素 色彩 會寫在一些音樂上面 哦 所以他們的大自然那些素材 其實就給了很多靈感 就是創造音樂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們平時都可以 帶多些小朋友去交往的地方 是的 接觸一下多些樹 又如何的聲音 風吹的樹葉的聲音 又如何的 花有什麼香味 蝴蝶 又如何飛 又如何活潑 因為其實很多曲目 都會寫一些大自然的 那些畫像 你這樣說出來 好像是 有些歌曲可能是炎龍蝴蝶 有些歌曲可能是炎火蟲 是的 其實大自然都給了很多鼓 我們音樂 或者說話 藝術 等等寫作 都是一個很好的靈感的來源 是的 其實我們放假的時候 如果你希望可以激發到小朋友的 音樂的興趣 其實都可以讓他接觸多些大自然 是的 即是與生俱來的一些音樂 是的 天帶 其實大自然有很多風吹 播放的 其實都可以刺激到他的音樂 是的 如果我說 小朋友你要彈這首歌 完了 很澎湃 好像瀑布那樣 那小朋友未見過瀑布 你怎樣幻想瀑布 未見過這件事 對 但你看得多 就會明白 立刻明白 所以平時都會鼓勵家長多帶小朋友去接觸大自然 都會對他們的音樂學習是有幫助的 是的 另外 除了去大自然之外 和參加比賽 我們也會帶小朋友去參加音樂活動 例如看別人的比賽 或者參加一些音樂會 是的 如果我們帶他們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家長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家長有三件事要注意的 衣著 行為 還有 你如果真的想學到東西 有些東西帶回家 給小朋友 有些記憶 深化 聽到音樂 都要做一些筆記 做筆記 真的要 由衣著開始說 那衣著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呢 肌穿牛仔褲不行 不行 其實大會堂裡面有些條文 規定了 不過不太容易被人看到的一些位置 規定了不可以穿波鞋 短褲這樣進去 或者穿對的衣服 尊重的場合 小朋友都會把這件事更加重要 另外就是 行為方面 是否好像讀書館一樣不出聲 就OK 那你要安靜 不可以到處跑 到處叫 說話就不行了 沒那麼大聲 通常音樂會 中間就會有一個小休 可能十至十五分鐘 給你洗手間 在你這些時間可以聊天 說一下 明白 剛才第三點 你說到小朋友 都要做筆記 那你問是否可以聽 誰和我去演奏 怎樣做筆記 通常這些音樂會 都會有一些長巻 那本長巻 那本長巻會寫下 今晚第幾首歌 是什麼名字 這首歌 叫做什麼名字 它的內容是什麼 甚至是簡介 或者故事的浪漫 對 為什麼作曲家寫這首歌 它的意圖是什麼 然後 你喜歡哪一首歌 你就可以 錄下它 再回家 再上網查一查 再聽多幾次 或者再詳細一點 它的背景 那你就會學到東西 多了解 所以首先 我們一定要先留在那個長巻 不要放在那個地方 那裡和我走 第二個 你回到家再去複雜它 其實你聽的時候 已經要看那個長巻 跟著來看 是嗎 是 即是你知道 現在要彈到哪一首歌 那你覺得 好不好 或者你喜不喜歡 你都可以寫下你 然後 回到家 也是 家長要陪小朋友 再看這件事 是 可以問回 你聽這個音樂會 你有哪一首歌 是多喜歡 有什麼感覺 哪裏有什麼變化 你幻想到什麼 其實都可以幫到它 啟發到它的音樂 的興趣 這也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它搞音樂會 那些人上去表演 都是不錯的 透過看好的人 我們知道自己怎樣 可以更加好 是嗎 所以終結一下 我們今天第五課 可以透過什麼方法 令到小朋友的興趣 可以提升 第一件事 我們要安排那個比賽 對 還有安排那個紐級 等它可以一步一步 循序 對 另外我們平時要帶它多些去什麼地方 大自然 對 聽山水的聲音 對 對 另外我們也要帶它去參加音樂的活動 記住 就是我們那個 依舊 我們那個行為 還有記得 拿那個場刊 不要浪費了 還有想學到東西的話 最重要就是做功課 真的要 對 好了 接下來我們見到小朋友 又比賽又流級 很辛苦 平時還沒講做功課 講了節目這麼豐富 好像不用做功課一樣 他平時會有很多壓力 那小朋友可能去到某些地方 就會覺得 想放棄 會不會有 如果小朋友想放棄呢 會有 會的 這是很正常的事 這是很正常的事 接下來很重要 第六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家長怎樣去處理小朋友 在音樂學習道上 遇到低潮的情況 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